戴卫 今天这座照片拍的 太棒了 麻呢 可让我逮着你了 笑容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什么叫我怎么在这儿啊 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我找了你一天了 这儿我也没有用 戴卫 咱俩是朋友吧 你通过我认识的我三叔 你现在跟我们家人闹成这样 你还要告我三叔 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你们家人给我造成了俗事 我必须捍卫我的合法权益啊 但是你知道吗 我三叔被你逼得 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什么 这被老板失踪了 我们家人都急疯了 那等一下等一下 校长 你说话要扶责任啊 你三叔失踪了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能说我是被我逼的啊 我可不想惹什么麻烦 不是 你 行 我现在不跟你讨论这事 反正啊 看在咱俩是朋友的份上 你能不能放了我三叔呀 你别追究了 多大点事啊 那不可能呢 我已经想法要提出了起诉了 行 塔伯 我算看清你什么人了 我告诉你啊 我三叔要真出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等着吧你 你怎么收着脚 小心点啊 别滑倒啊 爸 你回来了 爷奶奶 我爸有回来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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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回来了 老三 你这事过分啊 两天什么信都没有 我以为你跳石刹海了呢 四二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没事 那顺子非拉着我去趟天津 看一门哪儿房 我倒想再开一酒吧 让我给参谋 参谋 三叔 你可别胡说八道了 现在顺子哥还带着一帮人 可这四九城饶食界找你呢 太招了 全家人为你着急了两天 缝儿哭得跟累人似的 这会儿你还满嘴抛火车呀 什么玩意儿 你不把事说清楚 就别进这家门 别工 我叫你搬这点事去 进屋吧 快玩玩了 爸妈这两个晚上都买好我睡觉了 爸妈这两个晚上都买好我睡觉了 大哥 小小 为了找你 满世界跑 你赶紧进去吧 你赶紧进去解释去吧 你赶紧进他 咱们先进屋去啊 走 咱们先进屋去啊 什么 你让解放军给逮起来了 你可真够出息的 你可真够出息的 三叔 三叔 您不会是那潜伏特务吧 别瞎说了 你到底说说 你怎么让部队给逮起来 就是啊 儿啊 你好好说说 你到底犯了什么事 都赖那黄星星 那那黄麻子 敢撑半仙 我呸死他 还惨喽 你别东怪西怪的 赶紧说 到底什么事 我闲闲日子 我有点背嘛 那猴子说 可能是我那门脸啊 风水过 就找这黄麻子 给看看风水 这黄麻子 他拿一盘子 到我那左看看 又看看 说了一堆 我这一听 挺准的 我说那怎么破呀 黄麻子跟我说 他在我门脸 那个西门那窗户底下 种两棵树 我想那种就种呗 也没什么难的 我还怕让别人看见 是业力刨的 这刨棵树 药管也是该城管的管你 爱着当兵的什么事了 妈呀 倒是说这人不能倒霉呢 一倒霉走到哪儿都招雷 什么新鲜事全让我赶上了 赶紧说 我后来才知道 那地底下埋着的 是他们卫戍区 和咱们周边几个军区大院 电话线 说这一不留神给刨折了 庄志斌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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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不着调了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出去出去出去 你给我出去 我喝喝水 我让你出去 你正出去呢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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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说说 有我爸这样的吗 跟我急事白脸的 骂我 哄我 我一点家庭温暖都没有 你呀 就是温暖太多了 妈 走 咱俩上去 你这 这招什么去啊 哪天没见到儿子 我还知道两天没见到 快走 你爸这两天最想你 你想爸爸吧 想不想 爸 您可真够丢人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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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啊 走了 走了 再来上学一学 别跟他多说 走 走 三叔 你这可以啊 超级星星 谢谢 走 爸 这事怪我 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知道您火气大 为我着急火气就更大了 这包给您买的香参 给您拜拜花 爸 妈 这个 这个 都是您爱吃的 弯豆黄 云豆糕 刺激小窝头 为了点东西 我跑了趟北海访膳 北海门票又账了 十块钱你账 三人 你傻不傻啊 你就说你去访膳吃饭 人门口不给你养门票 救命啊 顺手给你带了几盒六百地黄 看你脑门秃的 我人甚亏 三叔这闹我爸打产呢 我跟你说你三叔这没个正经呢 我给你说你三叔这没个正经呢 伯儿 前两天担心受怕了吧 你吃好吧 你 眼睛都肿了 黑暗圈上出来了 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好好放松放松 你干这点薄呀 别回头 给你还点头呢 哪儿来的去 这 有点小金库嘛 这 这瞧 一下全画出去了 三儿 你这挨个送个东西 什么意思啊 妈 您这还不明白啊 哪次三儿惹了事 不都来这一套吗 以表明他良心发现 爸 妈 这事呢怪我缺心眼啊 主要是被坏人给蒙蔽了 爸 您就接受我真诚的歉意吧 还不够啊 那我就给您磕一个 别耍活 饱了 三儿 妈可告诉你啊 这是最后一回 你可不能再这么吓唬我嘛 我跟你爸岁数都不小了 经不起你这么遮挡 妈 您放心 我再不长记性 我出门就跳海去 四儿 每次你都说跳海 你这次真跳一回 你肯定长记性 得饶人处且饶人 爸 您再相信我一次 您儿子这回一定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让子回到我 下不为例 谢来出隆恩 杨泽斌 杨泽斌你出来 杨泽斌 是 杨泽斌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因为你单发票撕毁了合同 给我扫成了很大的俗词 我已经把你告上了 西城区人民法院 你呀 赶紧为自己交个律师吧 你还真高啊 没错 你就等着接法院从来的传票吧 告啊 好 我让你再多告我一条 你 别 志平 老爷子 别打了 你别以为我判你 来 爸 干吗 怎么来 我怎么坐这儿 台极 还偷袭 这是台极圈吧 还挺实货 你 你跟我说说 这 这找是怎么用的吗 我没看清楚吗 大卫 大卫先生 是吧 多大点事 至于闹得鸡飞狗跳的吗 你不就是想租我们家房子吗 好 明天 你就可以搬过来了 老三 大卫啊 你跟缝啊晚上就收拾东西 这人疼房子 爸 别说了 大卫 这事就这么定了 哪哪哪哪哪 这房子我不租了 不租了 我已经通过法律的手段 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大卫先生 我的丈夫 他不知道庄志斌 把房子租给了你 一时情急之下 对你有些不敬的语言 我在这儿替他 向你表示惬意 妈 怎么不能这样 老夫人 我这收你的权益 你 我不会跟庄大爷计较 虽然他用了一招 很神奇的招数 给我摔倒了 但是我还是挺钦佩他的 但是庄志斌 孩子我到现在我无家可归了 他给我在生活 在工作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一定是要告他的 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 我要有个说法 我说大卫先生 我是一家之主 为了孩子们 我已经做到人之以尽了 中国有句老话 叫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要是非要告呢 我们也没办法 你自己看着办 回去吧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出去 现在就去 现在就告去 行行行行行 怎么个茬啊 租他他还不干了 吃错药了吧他 什么人呀 这代位 压根没想租我的房 就是想饿我的钱 哥 这我得帮人说句话 人是真想租你那房子 公寓都退了 到今儿人还住在花丘宾馆里边呢 你说我们家老头 好不容易答应把房子租给他了 他干嘛呀 四起白咧的 我这儿姑母着呀 那哥们应该是被你们家人给吓着了 你说 你俩老头 看着他跟豹子似的 再加上你 说话那么不靠谱 放谁谁敢住 我对谁也不靠谱 你说我这嘴 我这我这 哥 错错了 错了 错了 不过这老爷子能同意 把房子租出去也不易 是吧 要说我们家老头啊 有时候挺疼我 有时候 我说哥 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 以后甭老惹老爷子生气 用你说呀 哥 我这琢磨着 你这官司恐怕是过不去了 怎么办呢 良伯 怎么着怎么着 要不说你是我哥呢 我还就喜欢你那性格 拿着去放了架 这真爷们这个 猴子 你说咱这口气 验得下去吗 不能够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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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三哥 有话咱好好说行不行 我这后脑膜儿可练过 万一伤了你那手啊 你说啊 还挺硬的 还挺疼 你干吗 我 你也不练过 没练过没练过 怎么着哥 要不先给他放开 跑不了啊 咱有话好好说行不行 好喝咸咸的一会 我这哥俩 你们俩突围狠了 我也绑事儿肠了 你们俩给我献了 废话 是不是啥你坑人的 我坑什么人了我 天地良心 我知道你们公司里也有均线 我能让你们俩那么跑吧 我要至少 别跟我废话 说吧 别这事儿咱们聊 我们俩这两天 都老醉了 还受了惊吓 对 惊吓不关我们俩 还有老人呢 家里人 连我们家老爷子都惊着了 离外还赔了一万多 你说怎么办 他他他他他他一万多 上分稍报纸明户弄鬼了吧 多大点事儿 您赔人一万块钱 背什么话啊 这里边还包括我们俩的 精神损失费呢 这你的行为 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身心健康 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工作和家庭还有婚姻 是 你必须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三哥 行呢 跟老外人学的 转眼您用上了 你给我带我早就知道 用跟他学 陪我陪吧 那要都是一万块钱是吧 您知道一万块钱 您兄弟我得费多少唾沫 才能给喷过来吗 我今儿就把这话给您撂在这儿吧 要钱 没有 要命有一条 我黄静婆今儿要是再多坑一声 我就是那个 我是你养的 来吧 我 盲房子石头 又臭又幼 怎么着 大型色啊 整他 走 二位 三是你叫什么 不 给不给 不给 你咋 好 我孙子跟咱这儿玩滚刀肉啊 陪我陪 陪我陪 怎么办啊 哥 你咋态哥去车白 好